精度12,纬度的部分 我get latitude,这两个数字要颠倒一下 不然的话,用这个是longitude 25点 这个OK,应该没错 这个是精度,纬度 取得之后做一个判断 如果它小于这个值 它两个应该颠倒 这两个把它调整一下 这两个应该是颠倒 大于这个值,小于这个值 而且大于7 这两个也颠倒 很容易出错,应该就是这个值 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 那表示什么呢? 它会是在校园里面 大于这个值,小于这个值 反之的话,它就在这个学校外面 那我们就把这个run一下好了 把它执行起来 执行起来 执行起来之后的话 其实这个也蛮容易出问题 那接下来的话,目前在东南科大外 如果说我要让它在之内的话 可以用DDMS 里面的话 比如说我传一个 在这个之内 我传出来看 传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 传过来 send 什么样的讯息 第一个,请各位先建立一个 新建一个专案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我们叫做 MAP 比如说叫MAP01 OK 那特别注意 SDK部分 特别注意 请各位 要选择的是有GPI的 有API的 就不能run 按下一步 好 那这边的话 下一步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必有的SDK 请选择有APIS 然后 最低的发 这个应该不用改 按下一步 最后下一步 那这边我把它改 看要不要改 其实无所谓 这边 Title看要不要改 改成像判断所属座标 按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建立的专案 它这边 就会有 Google API 如果你看一下 你的MAP01 是不是有Google API 如果有的话 你才可以 运行 Google Map的相关功能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